好了,上午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过NFS的全称叫做网络文件系统,对吗? OK,那我们此前也说过很多次,文件系统通常是在什么地方实现的? NFS叫做Network,File System 我们又知道文件系统是内核的功能还是应用程序的功能 它是工作的内核空间还是用户的应用程序空间 我们此前说的文件系统,你比方上Net3或者Net2 这样的文件系统它是内核空间中的程序还是用户空间中的程序 确定吗?是内核吗? 工作在什么地方?到底是内核空间还是用户空间? 为什么呢? 你确定吗?首先第一问题,确定吗? 它是不是工作在内核空间呢? 不会连这个问题想不起来吧,是不是? 那我问一下朋友们,格式化命令到底工作的用户空间还是内核空间? 你比如说,MakeE2FS 这是工作的用户空间的还是内核空间的? OK 这个不用想也不用记 任何程序我们只要可以自己执行的命令呢,一定是用户空间的 因为内核空间中的程序只有内核自我能够管理,还记得吧? 除非我们使用truck这样的接口跟内核进行交互 当然也有其他交互方式,我们这里不提 MakeE2FS是工作用户空间的一个文件系统管理工具,对不对? 我们称为文件系统管理工具,但是文件系统自身是以内核模块方式工作的,还记得吗? 或者是直接做一内核了,我们曾经讲的内核是不是说过? ED2在内核中自带的就有,而ED3我们要使用ModeProb去加载的,或者使用IntherMode,记得吧? Ko 所以一般来讲,一般来讲,我们的文件系统都是工作在内核空间的 虽然也有用户空间的文件系统,那是后话,我都在说 现在对我们而言,你就记住,文件系统是在内核空间的 包括我们的NFS 因为它也是一种文件系统,只不过它被称为叫做网络文件系统 那什么是网络文件系统呢? 首先,什么是文件系统呢? 管理文件的系统,是不是? 所以在我们的磁盘分区上 有一层软件,或者我们的磁盘分区本来是存储数据的这段空间 但是它本身其实都是磁道,对不对? 为了方便其中文件规范有序的管理 在内核上映射了一层 将这个空间给它映射了一层软件结构 注意,在我们的内核里边 比方说基于ET3这样的文件系统 我把它格式化成ET3以后 那意味着在这样一个磁盘空间上 我把它划分成了由所谓的原数据区域和数据区域割据的 在原数据区域里边存储的是 数据的或者说文件的非文件内容的相关信息 是这样子吗? OK 好,那些数据区域将会划分成一个一个的 能够存储数据的磁盘块 但是这个块并没有真正划分在这个磁盘空间上 而是由谁来维护的? 由原数据维护的一个映射表 是这样子吗? 所以其实这个原数据空间本身就是实现 将整个磁盘分区完成规范有序管理的一种软件 一种内核模块 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事实上NLS也是内核中这样一种工具 也是这么一种工具 只不过它可以通过网络来工作 什么意思呢?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某一个主机 某一个主机 它完全可以实现 在自己目录下的某一个路径上 比方说我们在MyData下的Data这个目录上 挂载一个设备 注意我挂载一个 本来应该挂载一个设备以后 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文件系统 还有这个概念吧 我们每一个节点 每一个目录都可以挂载一个独立的设备 从而这个目录就成为了这个设备的访问入口 我们曾经讲过的 还记得吧 好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基于NFS的时候 这个设备本身它所标志的文件系统等 不在本机上了 而完全在什么 在另外一台主机上 我在另外一台主机上 有这么一个磁盘分区 甚至是一个目录 通过网络将它输出出来 告诉别人 我这里有存储空间 谁都可以过来用 而在客户机上 我们准备好这么一个目录 让它去挂载 位于远程主机上的一个设备 主意我把它称呼叫Remote Host 那台主机上指定 那台主机上的哪一个设备 或者说哪一个目录 一般来说它导出不是设备 而是一个目录 或者说是一个文件系统 比如我们把Wash的FDP 这个文件系统 我给它共享出来了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通过网络 可以访问这个文件系统 但是作为文件系统来讲 我们访问的时候 显然不能说 把它当作一个 包括我们此前写数据 也没有往此外上直接写的 对不对 那应该怎么写 首先有一个挂载点 把它挂载起来 是不是才能访问的 这边这事也是 它把这个目录 共享出来以后 就相当于一个文件系统 通过一个主机 给我们输出出来了 而在客户机上 我们只需要将这样一个设备 给它挂载至本地的某个目录上 而后当用户的应用程序 再打算写数据 至此目录当中的时候 谈清楚 往这个目录中写数据的时候 这个数据事实上 被通过网络 给它发送至另外的主机上 另外的主机接出来以后 真正保存在 本地的磁盘空间当中 能看清楚这个意思吗 所以当我们去读取文件的时候 也是如此 先向文件里边 我们使用对这样一个文件系统 发起锐的调用 发起系统调用 说我要从里边读文件 但是我们的内核发现 内核能够知道 它本身 用户所访问的这个设备 并不在本地主机上 于是我们的内核 会自己通过网络 当然这内核 也可能是内核 也可能是其他机制 我们等会再细细解释 你现在先知道 假如说就是我们的内核 知道用户所请求这个设备 不在本地主机 于是它会自动的 通过网络 请求远程主机 我要访问这个文件 远程主机在接到请求以后 把用户所请求文件的内容 发送给客户端 所以客户端就像访问 本地文件设备一样 来使用远程主机上的 存储空间 能听到这个意思吗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 所谓的网络文件系统的工作机制 好 听起来很简单 但实现起来可能比我们想象要麻烦一点 想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提到过 文件系统是在内核空间中提供的 对不对 当用户试图往一个文件系统上 写数据的时候 它该怎么完成 简单来讲 我们曾经说过的 实际上能够实现对硬件操作的 是不是只有内核 而对内核 对硬件操作的功能 内核对硬件操作的功能 是通过一个一个的 什么输出给用户空间 我们说过的 是叫什么 系统调用 对文件系统来讲 它也有所谓的系统调用 比如说我要读一个文件 那就使用RAID 这种系统调用 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函数 能理解吧 OK 事实上这些都是内核输出来的函数 OK 像如果写一个数据 就使用什么 Write 向内核发起Write系统调用 内核接受到调用以后 我们发起系统调用的时候 会传递过来对方 会传递给内核一些参数 于是内核 就去在内核空间中 执行这么一个函数 并且将执行结果 可能会保存在词盘上 能理解吧 好了 这个过程我们就称为叫做 叫做过程调用 或者叫做函数调用 能不能理解 我是不是调用了一个内核提供的函数 OK 叫做函数调用 但是大家要明白 函数本身是不是要执行一系列的操作 这一系列操作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叫一个操作过程 可以理解风 一个操作过程 所以函数调用 有时候我们也把它称为叫做 过程调用 叫做过程调用 OK 那么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本地应用程序实现 某个操作的时候 都是通过本地的过程调用来完成的 我们把它称为叫Local 叫Local 过程 Procedure Call OK 称为叫做本地过程调用 说白了就是本地上的两个程序 或者程序和内核之间调用函数 完成某种功能的过程 作为一个程序员来讲 我们要开发这样的程序 我开发一个能够跟其他模块 或者跟其他组件交互的程序 只要其他组件提供了函数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给它交互了 这能理得该对吧 你包括我们此前写是要脚本的时候 怎么用函数的 假如我们函数定义在另外一个文件里边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文件 载入到当前程序文件中来 而后直接去调用那个函数 是不是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这过程我们也称为叫本地过程调用 问题这个很简单 但是有没有想象过 如果我们的编程 如果我们的程序员所写的程序 需要在两个主机上完成程序协作的时候 该怎么办 在两台主机上完成程序协作 比如这台主机的某一个应用程序 它需要调用的这样一个功能 本地主机没提供 或者在另外一个主机上提供了 怎么办呢 就以我们的web服务为例 一个本地主机上的用户 或者一个进程所有请求内容 在另外一个主机上怎么办呢 浏览器必须要初始化一个请求 自己定义向内核完成系统请求 用内核封装我们的请求报完 转给什么 服务器端 是不是这样子 服务器端转给服务器端的 内核中的TCP IP协议站 TCP IP协议站经过解码以后 将用户请求转交给对方的web服务器 是不是这样子 这么个过程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要开发一个web服务器程序 要负责处理什么呢 当用户的请求到来的时候 这个请求报完 它一定是遵循http格式的报完 是不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http报完 那作为我们web服务器来讲 是不是必须要能够解码这个报完 并理解用户的请求才能响应呢 还有我们要响应客户端的时候 我这个web服务器本身 如果同时面临多个用户 同时请求的话该怎么办呢 基于prefork模型的时候 我们就意味着每一个请求 我们都得给它用一个进程来响应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一个网络上 两个进程之间互相通信的时候 我们的服务器端 我们的程序 无论是客户端和服务器端 在开发的时候都必须要自我考虑 在网络上其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它必须要完成自己能够基于网络 跟客户端或者服务器端之间 进行通信的这么一种机制 那给我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要开发一种文件系统 而这种文件系统在另外一个主机上 客户端在本地主机上 我们比如说我们MKDR命令是不是就是客户端 它请求创新一个目录 但是这个文件要保存的另外一台主机上 所对应的那个磁盘分区上 这是不是也是通过网络来协作了 那我该怎么去开发这种程序呢 那想用这个问题没有 简单来理解一下 本地客户端 我们有一个应用程序 它要完成一个请求 但是我们知道它的请求 一定是请求给内核的 是这样子吧 本地内核中发现 用户所请求的这个设备不在本地 不在本地的话怎么办呢 那其实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自身 你想我们外部服务器在浏览器中 怎么输入我们请求谁的资源的 在浏览器当中 在我们的browser当中 我们必须要输入什么 http 指定协议 指定主机 指定端口 指定要请求的资源 是不是这样子 OK 比如说我们的资源 我就写成resources好了 但是各位想象一下 我们mkdr创建一个目录的时候 我们还能说我创建在17216那台主机上 你这样用过没有 没有 好像没有这样用过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这种应用程序 它本身不具备网络识别功能 但是我们的browser 是不是要具备网络识别功能呢 所以我刚刚我已经解释过了 任何一个人要通过网络 来完成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协调的应用程序 它自身必须要能够处理网络请求的机制 而我们的服务器端也必须要能够解决网络请求的机制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像mkdr这样的命令 我们基于文件系统来实现完成这个功能的时候 好像mkdr没法接触说 我给你告诉你传输一个IP地址 像100.1 存在在它的某一个目录下 A下的B下的C.TIT 似乎我们此前从来没这么用过对不对 那也就意味着mkdr自身是无法处理网络功能的 但是这就是不是就意味着mkdr就无法完成 在另外一台主机上的某个文件系统中创建文件了呢 显然各位也知道不是的 NFS本来是不是就能解决这种问题啊 那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各位应该明白 文件系统自身有网络功能吗 文件系统自身有没有网络功能 它其实就是一个内核模块对不对 首先作为服务器端我们的文件系统 我们的设备中 设备上的这个存储空间 有文件系统 就是内核模块所提供的这种功能 没有网络功能 而我们的客户单mkdr 或者它极端的命令 是不是也没有网络功能啊 但是它们好像彼此前却可以完成通信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在我们两台主机上 客户单和服务器单之间 虽然说本身不具有网络功能 但是我们需要接触于额外的 其他网络功能将二者之间 建立起来关联关系 但是客户单和服务器单之间 并不能意识到它是工作的网络上了 能离这个阶段吗 所以我们的客户单就好像自己 它只需要知道自己是工作的本地的 我们服务器单也是 它也完全在开发程序的时候 我们的程序员只需要考虑自己是本地的情况 不需要考虑网络 那但是它们又怎么能够实现基于网络通信呢 这要借助于RPC了 RPC 刚才我们说过了LPC是吧 LPC叫什么 本地过程调用对不对 那RPC我们此前曾经说过的叫什么 远程过程调用 Remote Procedure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远程过程调用 那远程过程调用指的是什么呢 还是这种调用过程 当我们的客户端需要向内核发起一个调用的时候 或者需要发起一个系统调用的时候 或者发起一个函数调用的时候 它不是直接发给谁的 没有直接发给内核 而是我们的程序自身 程序自身本身所工作的这台主机 有一个著名的客户端程序 这个客户端程序 这个程序再说一遍 这个客户端程序只需要在编程的时候 发起一个特殊的系统调用 这个系统调用是RPC客户端的STAB调用 简单来讲 有时候叫做存根调用就行了 理解成叫做存根调用即可 当然你也不用特别理解说它是什么 如果一十八十八八五这概念完全搞清楚不是特别容易 但是只需要简单的理解它这个过程就可以 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客户端开发这个MKDR程序的时候 或者开发某些命令程序的时候 或者是开发某些系统调用过程的时候 这个调用本身可以基于一个额外的投文件 完成一种额外的功能 而这种额外的功能 本身一样一个模块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RPC的客户端程序 它实际上是RPC的客户端 我们把它称为叫STOP 叫存根调用或者叫存根客户端 而在服务器端上 我们需要运行一个服务器进程 运行一个服务器进程 这个服务器进程我把它称为叫做RPC Server 能听到这个意思吗 RPC Server 所以当我们这里执行MKDNR 并真正去调用我们系统内核中的功能的时候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MKDNR创建文件系统的时候 一定是创建的某个目录下的 对不对 这个目录对应于存储供件来讲 它是一定是用内核提供的 对吗 OK 我们内核发现用户请求的一个文件系统 这个设备不是本地设备的时候 它于是 于是就可以借助于本地的这么一个存根调用 这个存根调用你可以理解 就是叫做RPC的客户端 它于是将请求转给谁了 RPC的客户端 而RPC客户端就干什么了 请求RPC的服务器端 RPC服务器端在接收到请求以后 完成在本地完成用户的请求的结果 并且将处理结果 所设计的数据返回给RPC的客户端 OK RPC客户端经过层层转发 经过层层的处理机制之后 是不是又返回这个客户端了 这个客户端创建命令就可以继续解决了 OK 它是这样子一个过程 所以对于客户端程序 和服务器端程序来讲 这个过程压根就是透明的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RPC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之间 在中间负责协调工作 能不能理解 而这么一个客户端 我把它称为叫RPC的客户端和RPC的服务器端 能理解吗 有没有问题 好 这样一来不当紧 我们本地的这么一个程序客户端 它就好像自己完全在自己内存中工作 在当前主机上工作 而且所调用的结果返回回来的时候 它也并不知道是来自于网络的 而它就认为是内核返回给它的 能不能理解 OK 所以这一切的网络通信过程 都隐藏在了RPC机制的背后 可以理解吗 好 那于是我再重新画一幅图 这就是我们的客户端 这就是我们的服务器端 我们可以理解 在服务器端上 运行着有一个RPC的服务器程序 兼替在某个接口上 在客户端上 它有一个所谓的叫存根调用 有一个应用程序放在这里 随时可以被调用 OK 当用户请求一个结果 当来自于上端的应用程序 所请求的一个内容 被我们其他的程序 或者被我们的内核发现 用户所请求的内容 是网络上的其他程序所提供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透明的在内部 将请求转发给RPC客户端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之间 它俩是不是建立联络关系了 建立通信 它可能基于TCP 也可能基于UDP协议 反正不管怎么着 建立通信了 最终建立通信以后 将用户请求转发给谁了 是转发给服务器端吗 OK 转发给服务器端 服务器端在处理结果 拿到以后 就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 是这样子的 但是在我们服务器端上 需要工作一个什么 客户端请求的服务程序 不是吗 OK 需要一个客户端请求的服务程序 注意这个服务程序 刚刚我说过 它自己是不是不需要考虑网络功能 虽然不需要考虑网络功能 但是我们的客户端要请求进来了 它要能接收 是不是它自己的监听的套接 毕竟用户的请求是来自于远程主机的 无论如何都是来自远程主机的 它也要监听在某个套接字上 而自己所监听的套接字 本身这个地址是随机的 这个所监听的套接字的地址是随机的 什么意思呢 刚才我们提到过 这个服务程序本身 它并不需要考虑网络上 怎么去接收客户端所发送的的数据 而且我们返回的时候 到底如何通过网络传输给客户端 它也不需要考虑 而是由谁来考虑的 RPC的客户端和RPC的服务器端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我们应用程序的服务器端和客户端 记住啊 这是我们应用程序的客户端 MKDR明令 这是我们应用程序的服务器端 比如说就是个文件系统 OK 假如就是个文件系统 但是这个文件系统本身 文件系统本身 无论如何也要接受 客户端所发来的数据的 不是吗 对吧 很显然 如果这个每一个步骤 都要有STAB 跟我们RPC server 进行通信的话 我们RPC server 是一种通用框架 它可能需要为多个 不需要 不想自己开发网络公众的程序 提供服务的 所以你的文件系统本身 虽然工作在内核当中 它自己不需要 封装网络请求的报文和响应报文 但是它也必须要工作在网络上 并且能够让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之间建立通信 尤其是我们STAB 跟它之间建立通信 那所以 其实文件系统本身 也需要借助于某一个程序 监听在某个套接字上 监听在某个端口上 只不过这个端口 本身应该是多少 它不需要直接指定 而是告诉RPC说 它不需要告诉客户端 而只需要告诉RPC 我再说一遍 因为它只是在本机内部 跟RPC同行 它虽然不需要跟客户端同行 是不是也要跟RPC同行 OK 所以再说一遍 它本身要监听在哪个套接字上 只需要告诉RPC 不需要告诉客户端的 由此 假如说我们文件系统本身 我给它创建了一个 前端的服务器端 这个服务器端 这次启动的时候 它说它要监听在8080端口上 或者808端口上 它只需要告诉RPC的server就行了 当客户端请求服务器端 所提供的这个文件系统服务的时候 由STOP向RPC发起请求 向RPC server发起请求 RPC server在接到客户请求以后 它不会直接处理用户请求 因为它压根就不是一个 用户所请求 能够理解用户所请求内容的服务器 它仅仅是一个用于帮助封装网络报文的服务器 能理解吧 所以当用户请求到来之后 它在自己内部将请求要转发给 是不是这样一套套契纸了 但这只是一种工作机制 还有另外一种工作机制 其实我们的这边服务器端 也可以工作在网络上 只不过它不接收报文 仍然有RPC接受保文 刚开始的时候 尤其是由RPC来接受用户的请求 并初始化请求 一旦请求初始化完成之后 客户端将发起请求给 客户端也完全可以直接发起请求 给我们的服务器端 只不过这个初始化的连接 是由谁建立的 RPC 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的NFS 恰恰就供在这种机制上 而对Linx而言 对Linx系统而言 提供RPCServer的程序 提供RPC服务的程序 叫PortMap 叫做PortMap PortMap自身兼听在TCP协议的 111端口和UDP协议的 111端口上 所以当客户端需要跟网络通信的时候 他只需要向服务器端的111端口 发起请求即可 RPC在接着客户端请求以后 他会理解 客户端到底请求的是哪一个RPC服务 于是他将对应的RPC服务这个家伙 注册到RPC上面 所使用的端口号返回客户端 客户端再自己去连接 真正提供文件系统服务的 这么一个服务器程序 所以NFS本身需要监听在某个套阶子上 某个端口上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 把他的基本概念已经描述清楚了 所以RPC是什么呢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RPC是一种编程技术 它事实上只是一种编程技术 是一种开发技术 没有开发经线的同学可能特别难理解 这种编程技术 主要是用于实现 它能够简化 分布式应用程序的开发 就像刚才们所说的 如果需要协调两个主机上的进程 如果需要在两个主机上的进程之间 进行通信 基于网络通信的话 那么客户端服务器团自身 必须要处理网络请求 网络响应等等 这时候就大大的增加了 我们程序员开发的难度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框架 这种框架就叫做RPC RPC自身 它在用户请求的下方建立了一种框架 这种框架能够通过网络进行通信 由此我们的客户端 基于RPC的客户端 记住啊 基于RPC的客户端 向RPC的服务器端发起通信 RPC的服务器端 再将用户的请求真正转给 用客户端需要真正请求的那样一个服务器端 它是这样子的 所以由此 程序员在开发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时候 不用再专门下功夫去处理网络协议报文的封装了 因为RPC在底层就完成这种功能了 我们此前也说过 两台主机之间互相通信的时候 一个数据从A主机发往B主机的时候 B主机怎么离弃这档数据是很困难的 各位记得吧 所以RPC通过协议报文封装以后 使得服务器端和客户端 我指的是这个服务器端 和这边的客户端 他们俩之间不需要再去管理两台主机之间 数据报文发过去之后 对方怎么理解 大家知道我们的Web服务器 还是Web服务器 Web的客户端 怎么去跟服务器端之间理解 那个适用的报文呢 大家知道它里边封装的数据 都是HTML格式的文档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Web服务器客户端之间 这些交互数据必须是HTML格式的 那各位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NFS客户端 NFS的客户端 和服务器团交互的时候 他们的数据应该是什么格式的呢 他们俩之间 我们为了能够实现数据交换 那也就意味着 应用程序的程序员在开发 NFS的服务器团客户端的时候 必须要让他俩之间理解 我们的报文呢 怎么发送怎么接收 是不是才可以啊 但是我们说过 这样子一来不当今 我们的客户端服务器团 开发起来难度是不是要大大增加了 为了简化这个过程 有了谁吗 RPC 听懂这意思了吗 所以客户端只需要干什么 向RPC的客户端调用就可以 能听懂吗 OK RPC的客户端只需要向RPC的服务器团 完成通信就行 他俩之间只要能完成数据交互 是不是就可以了 OK 那由此他俩就能够实现 将网络实现数据报文交换的格式 隐藏起来了 那所以客户端服务器团之间通信 过程是不是就大大简化了 OK 所以这有RPC的意义 当然事实上各位要明白 RPC在实现数据传输的时候 其实是有多种格式的 它既可以基于二进的格式 又可以基于文本格式 实现数据交换 既可以基于二进的格式 还可以基于文本格式 基于文本格式 比较常见的叫做RPC 叫XMLRPC XMLRPC XMLRPC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它是这样子 当然我已经画一幅图 未必精确 只是那句话 为了帮助你理解 概念未必精确 但是希望你听过以后 能够简单的理解它到底怎么工作的了 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有客户端 其次我们有服务端 是吧 它总然是这样一种请求 因为我们的客户端服务端之间 必须要借助于TCPAP网络 才能交换数据的 对吧 OK 在众多协议里边 你说我们的FTP报文 它是实现FTP数据交互的 是不是这样子 HTP报文呢 是不是完成HTP数据交互的 而RPC报文则是完成 RPC的数据报文交换的 而RPC本身是基于R进制工作的 也可以基于我们格式工作 但是RPC本身只是一种编程技术 它并没有一种真正的实现 真正实现我们要靠软件 它只是一种编程技术 或者是它是一种协议 能不能理解 它只是一种协议 用于实现协议的 像刚才我所说的Potmap 还记得吗 这是Legas上实现了RPC的服务器软件 所以这是一种实现 就像HTP和Apache的关系一样 但是能够提供Web服务的程序 除了包含HTTPD之外 还有像Nginx 是不是 还有像Legas 等等 有很多 有很多 同样道理 能够实现RPC协议的 不光有Potmap 是不是可能还有其他程序 比方说RPC还可以基于HTTP来实现 这又是什么呢 我们能够基于HTTP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之间 注意你不要一想到HTTP就想到是浏览器 它的客户端未必都是浏览器 能理解吗 好 它就是通过HTTP协议交换包含 大家知道HTTP协议很简单 我GET可以下载包含 Pot可以上传数据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对FTP来讲也不是这样子吗 Pot,GET,Pot,GET HTTP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文件服务器 是一个文件服务器 也就是一个数据交换的 报文交换的服务器和客户端 那这个时候 我们把一个数据报文传过去之后 我们的服务器怎么离解这个报文呢 按道理来讲 HTTP传输的是不是应该是HTTP报文 但是它借助于HTTP可以传输 XML格式的报文 XML格式的报文 OK 而我们HTTP服务器的客户端 服务器端之间也不做什么事 它只是向其他应用程序提供 数据交换的平台框架的 所以这个应用程序 需要请求服务器端的 所提供的功能的时候 首先通过本地的系统调用 转交给本地的RPC客户端 或者叫Web服务的客户端 Web服务客户端将请求转发给 Web服务端 Web服务端将内容请求转发给 应用程序的服务器端 能看到这个意思吗 基于HTTP这种连接 也能够实现 让其他两个程序 互相交换数据和通行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时候HTTP协议 不是一个Web服务器的通道了 而是什么通道 而是一个数据交换的通道了 是不是 而是一个RPC通道 能不能理解这个概念 大家知道Web服务也好 FTP服务也好 RPC服务也好 他们都是为了完成数据交换的 是不是这个概念 那只要能够实现报文交换 你非得把某一种协议 给它固定在 某个行为的概念上 你也不一定非得考虑 FTP服务 就是实现让你实现数据 文件上传下载的 它也能够完成 提供数据交换平台 让另外两个应用程序 基于它来工作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那像这种概念 像这种 能够基于Web服务的客户端服务器端之间 交换XML报文 而且又能够让两个应用程序 就是我们的程序的客户端服务器端之间 基于HTP协议完成报文交换的 基于HTP本身所提供的这种框架 完成报文交换的 就叫做XMLRPC 它就是或者说 就是XMLRPC的一种实现 XMLRPC后来发展了后来 因为XMLRPC非常非常复杂 用起来也比较困难 所以后来就有了SOAP SOAP 叫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SimpleObjectAccessProtocol 我这种叫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也是一种框架 它能够让客户端服务器端之间的 利用程序不经过 自己不用考虑报文的交换 而完全基于SOAP就能实现 能理这意思吗 SOAP是一种轻量级的XMLRPC 当然我们可能扯远了 有些同学已经了得快绿了 我可能听起来 好 我们总结一下就可以 RPC是什么呢 刚刚总结过了 就是一种什么 编程技术 这是一种编程技术 它又是一种协议 OK RPC本身提供了服务端和客户端 它俩之间能够连接出来两个主机 从而将两个主机 看上去就像一个主机一样 能够理解 由此就可以完成 让两个主机上的进程进行通信 就好像是本地内存当中 两个进程之间通信一样 能够理解 OK 就这么简单 所以简单来讲 它也就这么简单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在本地主机上 两个进程之间进行通信 或者进程和内核之间进行通信 无非就是通过进程间通信的机制 比如我们的IPC机制 或者系统调用 或者说函数调用来完成的 对不对 这些我们刚刚说过 都是本地函数调用 而在同一个操作系统内部 如果能够同时运行两个进程 这两个进程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时候 它们的交换格式 我们只是要说明一下 我们交换什么的数据格式 经过我们的内核协调以后 基于进程间通信 它俩之间就可以完成数据交换了 能够理解 比方说我们此前讲的共享内存 第一个进程 省一段内存空间 第二个进程 也省一段内存空间 如果说有一段内存空间 两个进程都可以访问 第一个进程往里边写段数据 第二个进程从里边读数据 这两个进程是不是就可以通信了 能理解吧 这总可以理解吧 OK 这叫共享内存的进程间通信 好 但是我们要考虑一种情况 当两个进程工作在不同主件的时候 怎么办呢 这有意义什么呢 它俩能够还简单说 我在内存中共享内存空间吗 能不能 很显然它俩的内存都不在同一个主机上 是不是 就不能这么来完成了 那像此前我们说 我写一个数据到一个内存里边 让另外一个进程来读取的这种方式 是不是就无法完成了 那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让我们内核或者借助于另外一个应用程序 看清楚啊 借助于另外一个应用程序 当一个进程需要通信的时候 它仍然需要写数据到这样一个内存当中 看清楚意思吗 OK 当我们内核可以实现 将这个内存中的数据给它 通过RPC的客户端 发到RPC的服务器端去 这能理解吧 发到RPC的服务器端去 RPC的服务器端进入下来以后 交给RPC 交给这个应用程序的通信的对象 我们的通信对象 是不是在另外一个主机上了 交给这个通信对象 而这个通信对象处理以后的数据 要放到哪去啊 是不是要放到这段内存空间里边来啊 但是这段内存空间 是不是在我们的客户机上 由此RPC的服务器端干什么 返回数据给RPC的客户端 RPC的客户端将数据 还放到这样一个内存空间里边来 那这个时候这个进程 通过这段内存空间 是不是又可以访问这段数据了 OK 真的理解了吧 好 所以它能够通过这种机制 注意还是那句话 未必精确啊 通过这种机制 能够完成让两个进程之间 不同的主机让两个进程之间 完成通信的 但两个进程自己考虑到 需要不需要考虑说 自己是工作在网络上的 不需要 OK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到底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了 或者是您能够基本理解这个问题了 而我们的NFS服务器 其实就是借助于RPC所提供服务的 一种服务器 那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是这样子 NFS是什么 首先 NFS本身并不是一种服务 NFS本身只是一种文件系统 而NFS本身它是要 借助于网络工作的时候 才能成功之为 NFS 在本地 看着啊 我的服务器端 假如说我们有一个分区 这个分区 挂载到了某个目录下 假如说就叫 Vash的 Shared 这个目录下了 但是这个目录呢 我们不仅仅期望 自己的客户端 在同一台主机上的 某个应用程序 像MKDR 可以在里边创建文件 我们也期望 其他主机上的应用程序 其他主机上的命令 也能够创建文件 以后直接保存在 这个分区里边 那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 很显然 我们的内核 不能给别人直接通信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开发一个什么 OK 开发一个应用程序 这个应用程序 能够处理用户的请求 OK 首先要能够处理 来自于远程主机上的 用户请求 这是一个应用程序 但是这个应用程序 本身它自身又不需要 处理网络请求 那由此它要介绍于谁 RPC工作 能听懂这意思吗 介绍于RPC工作 它启动的时候 告诉RPC 我是一个网络服务 因为我要跟 事实上我要跟 位于网络上的 其他客户端上的 进程通信的 所以无论如何 它得知道 自己是个网络服务 由此它向RPC注册说 我要工作在某个端口上 它只需要工作 告诉RPC自己在 什么端口上就行 比如说2049 告诉我们的 客户端 我要工作在 2049的端口上 OK 由此 我们的客户端 这个应用程序 在真正完成 调用 在真正完成 在往某一个文件系统上 创建数据的时候 在创建数据之前 各位需要注意 我们需要事先 做一些准备工作 首先我们需要 客户端使用 mount命令 mount命令 将远程 这样一个文件系统 挂载至本地 注意 挂载至本地了 那就意味着 这是不是就是 个本命文件系统了 假如说我们挂载 在客户端上的 client 客户端上有个目录 叫client client nfs这个目录上了 挂载在这个目录上 而事实上这个目录 对应的是 另外一台主机的 这个目录是不是这样子 好 那由此 当用户的客户端 请求创建一个文件的时候 这个请求 首先交给谁了 内核了 是不是 OK 内核 将用户的请求 转至 客户端 客户端请求谁了 RPC的 服务器团 RPC服务器团 发现用户请求的内容 其实上对应的是哪个服务 2049 于是告诉客户端 你应该请求 2049 于是他开始跟2049 直接建立通信 2049 有接受用户的请求 比如让你创建一个目录 那于是2049所建训的这个程序 他自己再向本地的内核请求 而内核完成负责的用户的请求 放在这么个设备上 能理解吗 OK 所以他将远程主机上的一个本地操作 转换成另外一台主机上的一个本地操作了 就这么来完成了 而只有这种工作过程 注意啊 只在这样一个工作流程当中的这一段 它才称为叫做NFS 而对于本机来讲 这个文件系统完全是ET3的 只有通过网络把它输出出去的时候 才称为叫NFS 而我的客户端 在访问一个文件系统的时候 如果我挂载设备 发现这个我远程设备 在客户端上 它的工作的模块叫NFS 能理个意思吗 在客户端上工作的模块 是NFS 而不再是ET3了 所以只有在这一段 它才是NFS 而转到服务器端上之后 这一段则是 仍然是本地的ET3 我不知道这样讲 你是不是能理解 由于我们客户端请求是NFS 所以NFS这个模块 会自己去调用RPC客户端 最终联系RPC服务器端 最终再去联系 NFS的服务器端 这样子 好 我想 也只能说到这个地步了 所以NFS本身 既是一个文件系统 它又是一个协议 NFS事实上也是一种协议 这是由SAN开发的 SAN 所开发的一种 网络文件系统 到今天为止 它有版本号 NFSV1 只在三公司内部使用的 它的V1版 V2版后来公开了 目前来讲比较流行的是V3版 但是最新的版本是V4的 OK 大家明白这个概念 在红帽5上 我们通常用的是V3版本 红帽6上用的就是V4版 V4版和V3版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它们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首先考虑一个问题 我们客户端服务器端之间 它两个本来彼此之间 是不直接同行的 而要介绍于RPC的 对吗 所以各位有没有想一个问题 我们这里要有个空间 要存储文件了 那如果说任何一个人 都能到我们这儿去访问 这样一个文件 那我们的文件的安全性 将不复存在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验证客户端的来源身份 是不是对客户端要做认证呢 它怎么识别客户端的来源身份呢 压根他俩之间 就不知道自己是工作在网络上的 我怎么去验证客户端 这是不可能的 能理解吧 这是不可能的 那该怎么办 还需要专门再给它开发一个 专门要注册到RPC上 给它开发一个应用程序 是能够验证客户端的 但是这种验证 也只能够基于IP来验证 而不能基于用户名来验证 所以它的验证机制 还是非常简单 我最多只能限制说 哪个IP 就可以访问这个文件系统 哪个IP一直不能访问 那问题是 我们又知道 每一个文件 是不是都有数组数组啊 但来自于客户端的 用户假设叫Jerry 来自于客户端的用户叫Jerry 他使用了一个Touch命令 在这样一个NFS目录上 创建一个文件的时候 保存它服务器上的时候 这个属主应该是谁呢 那如果说我们的服务器上 压根就没接入这个用户怎么办 不管怎么样 Jerry这个用户是不是会有UID 那没有的意思吧 那很显然 这是不是一个数字 OK 就像我们此前建立的文件一样 你一旦把用户删了 那个用户 那个文件仍然有输入 只不过是个UID了 是不是 同样道理 当我们把这个文件 真正保存在服务器上以后 服务器如果没有Jerry这个用户 它就要保存了 UID 如果说恰巧 服务器上也有一个Jerry用户 而且它的UID和 扣装的UID一样 那就意味着 这个文件的输入 还是Jerry 坏一种情况 如果接入的UID是500 或者是1000 而在我们服务器上 UID唯一1000的用户 叫Tom 那又是什么呢 你在这个文件的 显示的数字应该是谁 Tom 的确如此 所以我们说 NFS在用户认证上的功能 是非常薄弱的 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对于服务器的而言 当客户团来创建数据的时候 客户团说它是谁 服务器上它认为它就是谁 你说你是Jerry 它又说你是Jerry 能听到这意思吗 它是不会验证 客户团的用户名的 只验证IP地址 所以这非常危险 因此NFS一般不建议在 互联网上使用 NFS是一种非常好的 用于在内网之间 内网的各主机之间实现文件共享的服务 各位还需要了解的是 其实NFS 它只能工作在 UNIX和Linux主机之间 一般来讲 不能跟Windows进行交互 因为Windows无法 以NFS扣动的方式 跟Linux UNIX通信 各Windows之间 通过网上邻居来通信 对吧 来共享文件 而各Linux之间 或者各UNIX之间 都可以通过NFS来通信 所以NFS有点 类似于Windows的网上邻居 类似于Windows的 那么大家知道 Windows网上邻居 是不是也可以映射词组通器 就好像使用本地磁盘 一样使用远程主机上的磁盘 你看 像这里 我平时访问FTP服务的时候 大家应该知道 我这里说有个磁盘 双击一下就打开了 直接访问 本地复制粘贴什么都可以 但事实上这是谁 这是我们FTP服务 这样的一个目录 但是大家也没发现 我们的所有操作 是不是都是本地操作 所以这也是基于RPC 来实现的一种机制 你可以这么来理解 类似于RPC的机制 那NFS也是这样 只不过NFS所实现的机制 是在各Linux主机之间完成的 它使得各Linux主机 彼此之间共享数据 完成通信 就像在本地内部完成一样 所以你马上上来 所以在里边创建文件 就我们MKDR sorry TUNYUMLU MKDR TATI文件 删除用文件 等等这些本地的合作 都可以进行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NFS NFS其实对于服务器端来讲 它有两个组件 有两个组件 第一 首先是 对 sorry 对服务器端主要是一个组件 叫NFS Server 叫做NFS Utils 有一个应用程序 叫做NFS Utils 只要安装了这个软件包 我们就可以把它配置为 服务器端了 安装完 NFS Utils以后 一般这个都是默认都安装的 我来看 RPC-QL NFS-Utils 安装完以后 在ETC目录下 它会生成一堆的脚本 你看到没有 一堆的脚本 什么NFS NFS-Lock RPC-GSSD RPC-ID-Mapped RPC-SVC 就是Service GSSD 等等 而它的应用程序更多 各位来看 应用程序 在USS-SVC 在USS-BIN下 叫RPC-GSSD 你懂的 这是不是要注册给RPC使用的 这个叫RPC MountD 这是个核心程序 RPC-NFSD 这是个核心程序 主要就是这两个 主要就是这两个 MountD和NFSD 所以 作为NFS的服务器端 大家发现 这里已经支持NFS4了 NFS4了 在红包5.8上 也可以支持NFS4了 好 在我们的服务器端上 事实上我们要使用NFS服务 把它做成一个NFS服务器的话 你只需要使用Service NFS STAT即可 但是你会发现 它启动好几个进程 启动了好几个进程 Quotas Demon MountD 这些都是什么进程呢 首先我们刚才提到过 NFS是基于RPC工作的对方 所以要想启动NFS第一步 先确保 你的PortMap 这个服务 在Linxon RPC实现 叫PortMap 还记得吧 OK Slicers 请确保这个服务是运行的 而PortMap自己 是监听在TCP的 和UDP的 和UDP的 111端口的 看看 刚才不是解释过 UDP的111和TCP的 111 这是PortMap所建立的端口 跟RPC客户端端通行的 我们还可以使用RPC info XP来查看一台主机上的 所有RPC的进程 所建立的端口号 比如我指定localhost 就能够查看本地主机上的RPC程序 所建设的端口了 看这里 Quota的看到了吗 这是NFS启动的 你把NFS关闭它就没了 NFSStop 再-P 只有两个PortMapper 111端口 这是RPC自己的 RPC服务自己的 这是另外的应用程序的 你先不管它 而我们启动NFS以后 NFS会向PortMapper 注册使用一堆的端口 再来看 看到了吗 好 我们NFS将启动 三个主进程 三个进程 一个叫 一个叫 MountD 一个叫NFSD 一个叫MountD 还有一个叫什么 QuotaD 这个是NFS的主服务 这个是 接受客户端的挂载请求的 能力严谋 这个是 限定客户端 在本地只能使用 多大磁盘空间的 所以这是个 磁盘配额 这是个配额 进程 而MountD 则是一个 跟客户端挂载相关的进程 这个则是实现 文件传输的进程 或者叫NFS服务进程 一般来讲 我们的NFS自身 NFSD 是兼听在TCP的2049端口的 这个端口是不变的 是它注册使用的 这个端口 是不变的 虽然是注册使用的 但是像MountD 这个端口 MountD 它所建成的端口 就会发生改变 扣打D也会变 大家想象一下 但它的端口随意时 会发生改变的客户端 应该给哪个端口 进行通信呢 刚才我们解释过 它的端口是上是下 PortMap注册使用的 是不是 所以NFS扣端 先去连接NFS的服务器端 而NFS服务器自身 是不是兼听在11端口上的 NFS服务器会告诉扣端 MountD这次实用是 哪个端口 扣打D使用是哪个端口 能听的意思吗 所以MountD和扣打D的端口 是随机的 是伴随机的 为什么称为伴随机 首先它不是自己打开的 因为它是向RPC服务注册使用的 能不能理解 那由此是RPC服务 帮它选取的 所以我们称为它是 半随机的端口 来看 现在你看端口是几 MountD 682,685,682,685 一堆是不是 OK 扩大D 667,670 还有一个 Mount NFSD NFSD没在这里显示 在这里 204有看到了吗 好 我们重启一下 NFS Restart 好 再来看端口 编了没有 MountD 刚才是几 看到了吧 这次是不是发生改变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它的端口是 启动的时候向RPC服务注册的 它是会发生改变了的 那万一它要使用80怎么办 为什么不可能呢 它要使用3306怎么办 这不是不可能 是完全有可能 因为RPC服务是选择的一个随机端口 一个没被占用端口给MountD的 给QuotaD的 所以一旦它占用3306 你下次再启动 MountSycle是不是就启动不了了 OK 那由此 我们最好给它定义 MountD使用一个固定端口 当然这需要我们额外配置 默认情况下 MountD自身是不会使用固定端口的 我说明白这个问题了吗 OK 好 这是它的几个进程 主要它的三个主要进程 好 还看它的服务脚本 Come on 服务有这么多脚本 NFS あの номLock 那NFSLock是干什么的吗 那就 NFSLock是干什么的 NFSLock是干什么的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在同一台主机上 如果有两个进程 同时写同一个文件 会发生什么情况 你没想过这个问题 比如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的采安空间 有一个进程 使用VAM正在编辑一个文件 正在编辑一个文件 编辑正在往里边写 而另外一个进程 使用echo命令往里边写一段数据 记住同一个文件 这时候这个文件会发生什么情况 会把两者写的内容都保存下来吗 那结果是什么 文件崩溃 如果两个编辑器打开同一个文件 同时编辑的话 注意你看到的同时未必是同时 这个同时用内核来维护 真正同时编辑这个文件的话 文件一定会崩溃的 所以为了避免文件崩溃 大家有没有试过 你使用VM一次打开两个文件 打开同一个文件 有没有试过 第二次是不是帮你打开 OK会有提示的 对不对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强行打开 但文件可能会遭到破坏的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那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要对文件加锁对吧 一个文件正在写的时候另外一个 一个进程正在写的时候 不允许另外一个进程访问对吗 那有没有想象过 当基于NFS服务的房子的时候怎么办 我这个文件是在另外一个主机上 你加了锁有用吗 比如扣端在这儿 我加一锁 加锁加到这个文件上 而位于另外一个口端 又一个口端 这台主机上有一个应用程序 他试图去写这个文件的锁 请问这个用户上的进程 能看到这个主机加锁不能 不能 因为每个主机持有锁的锁 是在自己的内存当中持有的锁 是内核锁持有的锁 能不能理解 它来压根就不是同一个内核 你说怎么办呢 怎么办 没办法 有NFS服务来提供锁 能提能理解的意思吗 所以当一个主机上的进程 写数据的时候 在写之前 他先向NFS服务申请加锁 当另外一个客户端 再来申请写文件的时候 他要先申请加锁 但如果这个锁 这个文件已经被其他人锁定了 他是不是就不能再锁了 OK 好 当然这些内容很无趣 大家要真正听 不然把将来遇到问题的时候 哭的时候别找我 好了 像这种锁 注意我们可以称为叫分布式文件锁 因为最终这个锁释放是来自于多个主机的锁 分布式文件锁 而这个锁就要靠NFS这样 lock这样的服务来提供了 其实这个锁还有另外一种机 还有另外的功能 你比如说 这个程序这个客户端加了锁 正锁定以后正在写文件 突然间这个客户端自己崩溃了 你说这个锁它释放了没有 怎么办呢 它是不是还要监控这种锁 万一等一会儿这个主机又启动了 又启动了 那此前这个主机持组锁 它是不是还要通知给它 你刚才还有锁文件呢 你赶紧过来处理一下 你要么释放锁 要么继续锁 是不是这样子 要通知给它 这也是我们所服务所提供的功能 等等 所以NFS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当然我要把它原理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对各位来讲 恐怕你也接受不了 我们能够说到这种地步 将来你就能够解决 应该解决大部分问题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NFS该怎么工作 这种工作 当我们启动NFS服务以后 记住啊 当服务启动起来以后 确保能够开机自动启动 而NFS本身所实现文件输出的时候 所使用的配置文件 是ETC下的Exports 配置文件是这个文件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文件中定义 共享哪一个目录出去 能够让客户端挂载 并直接向使用本地文件系统一样来使用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文件的定义格式也非常简单 要想知道它的格式 你可以慢一下Exports 这个就说明 看NFS文件系统 NFS要导出的文件系统有哪些 格式也很简单 一般来讲 这个配置文件 稍等 这我已经讲过了 格式是这样子的 ETC下的Exports 每一行 看清楚 包含一个共享出去的文件系统 每一行包含一个共享出去的文件系统 以及哪些口端能够访问此文件系统 刚才我们提到过 NFS只能基于IP来认证 所以这个配置文件中 首先说明我们把哪个目录下的 哪个文件系统 Path to Sumwire 或者叫Sumdir 我们要共享哪个目录 这个目录可以是一个独立挂载的磁盘分区 也可以就是一个目录 一般建议它是一个独立挂载的磁盘分区 而后就是一堆的什么 扣端列表 就是一堆的扣端列表 这些扣端列表可能是有多个 如果有多个的话 这些扣端列表之间使用空格分割 使用空白字符分割 这是第一点说明 第二点 每一个扣端 必须要在这个扣端之后 立即跟上一个小括号 小括号内部定义了 这个扣端来访问此文件系统的时候 此共享的NAPAS文件系统的时候 所具有的访问属性 那就意味着 这不是有扣端列表吗 扣端列表使用空白字符隔开 对不对 而每一个扣端 注意 每个扣端 后面 必须要跟上一个小括号 里面定义了 此客户端的访问特性 比如访问权限 等 比如说 你要写个 172.16.0.0.16 这是一个客户端列表 使用 马上跟个口号 记住 马上跟上个小括号 不能加空白字符 必须要立即跟上 里面写上它的访问属性 比如RO 这边什么 只读访问 而ASINQ呢 一步写入 是不是这样子 OK 如果还有其他客户端 空白字符再隔开 另外一个客户端 比如说192.168.0.0 24 这个是读写访问 同步的 OK 所以这就是客户端列表 有两个 有两类客户端 这是第一类客户端 这是第二类客户端 每一类客户端后院 必须要立即跟一个小口号 中间不能加空白 一定要记清楚 好 在这个文件中 任何一警号开头的信息 都是注释行 好了 那导处的文件目录 我容易理解 但是我的客户端该怎么写呢 看看 客户端可以是单个主机 使用一个fq.n主机名来定义 或者使用一个 IP地址来定义都行 也可以是一个网络组 这个不管它了 它可以使用通配服 比如说新点 Example.com 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域内的 所有主机 也可以使用IP网络 网络我们就使用 地址加 研码堆的方式 而这个研码 可以使用长格式研码 255.25.0.0 还可以使用 CIDR格式的 比如说指定它的位长 16位的 能明白吗 OK 那由此跟我来看 我们假如说 我们导出了一个目录 我们打算在 根目录下创建一个叫做 share的目录 我打算把这个share的 共享处具 那该怎么办 编辑 ETC的export 共享的目录叫做share的 共享给谁呢 空白字符隔开 共享给172160.0 这个网络 共享全线是 只读 写到这儿即可 打算最初 要让生效 是不是要重启服务了 service nfs restart 那共享出去没有啊 可以看看 我们使用show mount 命令 介绍一个命令 show mount 很显示是不是就显示共享的 show mount 来慢一下show mount 使用show mount 杠A是什么意思 列出所有的主客户单名称和 地址 获地址 以及挂载的目录 这表示显示本机上 所有已经被客户单 曾已经挂载了的 文件系统 还有一个叫杠E 显示我们的服务上 到底共享了哪些目录 所以我们使用show mount s-e指定服务器 服务器是谁啊 17216100.7 是不是 本地IP地址 你不考虑一个 17216100.7 看100.7的主机 共享哪些目录 share的 而且共享给17216 0.0网段访问 开心了吗 好 那由此 我们找一个客户单 就可以挂台使用了 比方说 我们企图客户 请稍等 我们在一个远程主机上 也可以看我们服务器上 到底共享了哪些目录 比如我们现在又启动了一个主机 它是17216100.1 请问起来了 root right ahead 我们在100.1上看看 能不能看到 我们的100.7上所给出的共享 我们使用show mount-e 17216100.7 能看到不呢 能 那我看看0.1有没有 0.1有没有 一堆的 OK 所以我们使用show mount-e 常用的选项 show mount-e 跟上NFS server 地址 能够查看 NFS服务器 共享的 各文件系统 这个共享 我们通常有个称呼在此处 把它称呼叫做 导出 通常把它称呼叫做 导出 因为它使用的命令 它使用这个配例文件叫 export export本身就比较导出输出的意思 OK 当我们的客户端 发现服务器团导出的 有文件系统的时候 客户端就可以直接挂载 使用此文件系统了 使用什么命令呢 mount OK 客户端使用mount命令 直接挂载即可 但是挂载的时候 注意 mount-t要指定什么 NFS 指定的格式 首先 NFS server IP 主机名都行 冒号隔开 对方所共享的 导出的路径 跟上对方所导出的路径 就是pass to some export OK 这是我们要挂载的设备 挂载至本地 挂载点 punt pass to somewhere 就是我们本地的挂载点是哪里 在这指定就可以了 比方说 给我来看 我们把服务器端共享的share的挂载至本地的MNT下 在MNT上传几个NFS 挂载这本地的MNT NFS该怎么挂的呢 mount-t NFS 主机17216100.7 是不是服务器端 冒号它共享的叫什么 share的挂载着哪 MNT的NFS 挂上去了 就这么简单 看到了 我塞了MNT的NFS 你看 里面内容 没有 我在服务器上附着一个内容给它 比如 在我们的服务器上 我们copy一个 ETC下的FS table 到share的目录里边 那你猜这边能看见不呢 RS 看 FS table 我们能不能对这个FS table做一些操作呢 里面我copyFS table 到tmp下去行不行 可以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目录 MNT NFS 是不是就是本地文件系统啊 所以我们在本地文件系统的两个目录之间 互相复制文件 很简单 那我能不能删除这个文件呢 RM FS table 能删掉不呢 read onlyFS 我刚才说过 我们导出的时候是什么 RO的 还记得吧 好 再看我在服务器上 在使用sharemark的命令 在服务器上 使用sharemark的杠A 有什么效果呢 sharemark的杠A指定主机 17216100.7 是不是 这是什么呢 OK 它能显示当前主任 所有已挂载的客户端 就是由哪个扣端 挂载了我们本地的哪个目录 还有这位同志挂载的是吧 OK 所以我们使用sharemark-a 就是这种效果 那我在服务器上 在扣端上能不能实现呢 那是sharemark-a 指定17216100.7 能不能查看 可不可以 OK 所以我们又用了另外一个命令 叫sharemark-a nfsserver 查看nfs服务器 所有被挂载的文件系统 即客户端 对应列表 OK 这是sharemark-a 我们再来看 慢一下sharemark-a 还有一个选项 叫-d 叫做list only directory mounted by some client 给大家解释一下 sharemark-d是干什么的 shellmount-d nfsserver 这是用于显示 nfs服务器上 所有的导出的文件系统中 被客户端挂载了的 文件系统列表 假如我们导出了三个 只有一个被挂载 它只显示了一个 能没有意思吗 只显示哪一个被客户端挂载了 再比如 给我来看 我再导出一个 vm 编辑etcl-exports 把我呢 这是客户端是吧 编辑服务器的呢 vm etcl-exports 我们再来一个 vash的ftp 把它导出出去 导出给172 12160.0.016 也是直读访问 OK 放入收 service nfs restart 好 再来看 shellmount-d17216100.7 是不是只有share都被挂载了 因为vm ftp没有被任何客户端挂载 所以此时不会显示了 而使用-a则是显示 每一个文件系统 极其挂载的客户端的 对应关系列表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刚才一旦新建了一个 共享 是不是都要重启服务才行啊 但是又会想过一个问题 假如有个客户端 你跟它挂载上来 正在往里边存文件 你重启了一下 意味着什么呢 它的存出过程 是不是可能会中断的 我们为了不影响它 但是我们所有的修改用 能够立即生效 该怎么办呢 reload 此前不用重启服务 又能够直接重读 配置文件 它就必了 当然我们这里不能使用reload 要使用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exportfs exportfs 看看那个怎么用 常用选择就这样几个 -avi -r-v -av-u -v-f等等 这个选项要组合起来使用 我们来看-a是干什么 叫导出 或者取消导出 所有的文件系统 所以-a是需要跟其他一块来使用的 -a 另外一个名字 exportfs名领 选项D-A 一般要跟-R或-U选项同时使用 表示重新挂载所有文件系统 或取消导出所有文件系统 或者叫所谓目录也行 那很显示-R一边什么意思 叫重新导出 那-U呢 刚刚已经说过了 叫取消导出 所以-R-A或者-U-A要一块来使用 如果要显示过程还可以使用-V选项 -V B-Verbals -V 可以显示详细信息 所以像刚才这里 比方说我们编辑ET-Exports 我把第1个 第2个给它删了 不再导出了 把第2个给它删了 不再导出 把它一删 删完以后我刚才说 你又不能重启F1 也不应该重启NAS服务 对不对 那作为课程来讲 我没重启 来看 又有谁挂仔了 OK啊 我来看对方的共享 这是-A列表 我们使用-E 是不是可以查个共享了 我们如何取消VR-FTP的共享呢 可以使用-Export-FS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把它删除了 -R-A-V即可 -R表示重新导出的 A表示重新导出所有的 所有值得是哪个所有啊 页替一下-Export值中的所有 V显示这个过程 那所以给我来看 再使用-Mount-E 是不是没了 只有Shared了 所以我们这样来用了 要取消导出所有的文件系统 要使用-U-A即可 没了 就是任何文件系统都没有导出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往NAS服务 重新件试试 你看LS PermissionDenied 虽然挂仔了 是不是也照着访问不到了 所以此时只能写载了 U-Mount-MNT-NAS 好 这就是相关的几个命令 和选项 ExportFS 还有ShieldMount-MNT-NAS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导出属性 刚刚我说过 每一个括号里边都定义了它的访问属性 是不是 这些访问特性有哪些呢 它叫 我们把它称叫做导出属性 刚才各位也看到了 RO表什么 只读的RW呢 读写的Sync表示 同步 ASync表示 E步 大家想象一下同步性能好不好 同步的话性能会非常差的 对不对 OK 一般来讲都是异步的 还有 还有 我来给你演示一种特殊的情况 看着 我们在服务器上 在服务器上创建一个用户 I'm OK Sorry User Add 不用创建了 我们用Hydp了是吧 ID Hydp看看 就以Hydp为例 502 然后我们让Hydp到这个目录中就有写权限 到Share的里边 Set FACL -M X Hydp 读写执行 对于的目录 YShare的 可以吧 Set FACL -M U 是吧 OK 好 读写执行 好了 然后我们切换到Hydp用户 City到Share的目录里边来 创建个文件 Touch一个A.Hydp RS-L 来看 A.Hydp文件 输出输出 是不是Hydp 没问题 到客户端上 创建个用户 Group Add G502 用户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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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OpenStack Use Add -G502 用户名为 OpenStack 好了 让我们这里的目录重新导出 编辑 ETC Exports 有Share的 重新导出 -Ra 在客户端挂载 mount 刚才命令 我已经用过了 没有吗 mount 这样写的 Rs Rs MNT NFS 开这个目录 里面是有两个文件 A.Hydp 我们使用-L选项 各位来看 A.Hydp的输出是谁 OpenStack 那请问 在客户端上 OpenStack用户 对这个目录 有没有写权限 有没有 有 对文件系统有写权限 但是NFS 没有把它共享为写 是不是 我让它写出来 你看 Export的FS 把它共享为 RW 导入 再来看 我们这边 速到本地的 OpenStack 用户 cd.mnt NFS目录 这是挂载的目录 是不是 在里边 创建一个文件吧 Touch一个 B.OpenStack 我们RW以后 没有通行导出 是吧 重新导出一下 好 Touch一个 B.OpenStack Rs-L 来看 在它看来 是不是都是 OpenStack自己的 在客户端上来看 Rs-Shared -L 看输出 都是 所以它是简单的 通过映射用户ID 来标识用户的 文件的输出 输出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本来只在 服务器当中 只共享给 还对不就写了 你客户端上 只要那个用户ID号 是502 跟还对不一样 是不是都能写啊 这你随便创建一个用户 只要它的ID号是502 挂在这个服务器 你都能往里边写了 你说的安全性 可想而知 是不是这样子 那各位想象一下 那我如果以Root用户的身份 来挂载的话 会有什么概念 你想刚才我们是不是就以Root用户的身份挂载的 再退回来 我以Root身份的身份访问 那该是什么权限 那现在我要删 B.open 3 能删掉不能 Root应该是具有最高权限的 是不是 OK回车 删除 能吗 Permission denied 管理员反而不行了 刚才我们说过 导出的时候 是任意用户都可以具有任意权限的 直接映射的 那很显然 对于本地的Root用户 是不是也相当于远程主义的Root用户 那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拿着本机上的Root用户 就能够相当于别的主机上的Root用户 来操作别的主机上的Root用户的资源 什么概念 那就意味着你拿着你家的钥匙 可以随意开别人家的门 任何家都能打开 是道理吧 这就不得了了 所以一般来讲 知道自身是有缺陷的 所以默认情况下 Root用户是不允许的 怎么不允许呢 我们有个选项 这来看 慢一下ExportFS Sorry Export 有个选项叫做 叫做No Root 叫Root Squash 有没有 在这里 OK 叫做Root Squash No Root Squash Root Squash指什么呢 如果你的用户是UID Sorry 是Root用户 那就你的ID号是不是为0啊 那就叫你干什么 转换成 匿名用户的UID接力 而匿名用户是谁呢 比方说像Bean 像NFsNobody 像Nobody 就是最小缺陷的家伙 听懂这意思了吗 所以这叫Root Squash 而Root Squash是默认的功能 是默认的功能 就算你不加 这个属性也会启用的 OK 这是我们共享属性的另外一个 叫做Root Squash 将Root用户 应设为 来宾用户 来宾账号 那很显然 如果我们不想应设怎么办 OK No Root Squash 这就保留了管理员自身的权限 任何主件的管理员 挂载到这个文件系统以后 他都是这个主件的管理员了 所以他能够访问这个文件系统的时候 就以这个主件的管理员的权限来访问 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权限 这个各位要明白 再来看 还有其他的几个选项 Root Squash 什么意思 无论你是谁 通通都给你转换成 来宾账号 叫Root Squash 这是最安全的了 一般来讲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选项 叫Anon UID Anon GID 刚才说过 不是要认识成来宾账号吗 那来宾账号是谁啊 没说是不是 OK 我们可以指定谁为来宾 Anon UID 就是指定哪个UID 是作为来宾账号的 和Anon GID 应设为 指定来宾账号为谁的 OK 所以我们可以实现 把所有用户都映上为HitTub 把所有用户都映上为 OpenStack 把所有用户都映上为Nobody 也都可以 使用All Squash 一块来用 Anon UID Anon GID 好 这是导出属性 比如说 给我来看 我来试试 我来试试 我们期望 把所有用户账号 来访问的时候 都映射为 ID号为5100 的那个用户账号 于是我们加个用户 U的Ad Shared-U510 假如就叫 NFS Test 好不好 统统映射为 NFS Test 然后 我们先把里边的文件 一个文件的 属主 改为NFS Test 比如说 我TouchShared 用管理员来Touch Shared 叫NFS Test 把这个属主 属主改为 NFS Test用户 NFS Test组 SharedNFS Test 这个文件 好 编辑ETC的 Export 改RW 定义 All Squash 所有用户都映射 A9 UID 等于510 A9 GID 等于510 我写错了 Export FS Export FS X-RA Shell Mount -E 17216 E100.7 导出Shared 没问题是吧 忘了访问一下 在客户端 先卸载 UMount 再重新挂载 Mount 好 C的 NFS NFS RS RS-L 你看 是不是都是510 OK 那510的用户 没有访问 没有写权限 所以任何用户 进来都没有写权限 记住了 所有用户 都通通映射为510 包括我们管理员也是 所以如果510 对他有写权限 如果510用户 对他有写权限 我们管理员对他 也有写权限 当然我们那过程 就不再演示了 对我来讲 应该容易理解 这有指定 映射为谁的 再来骂 Export 还有其他几个选项 再来看 像RW已经解释过了 Async Sync NoWDelay 这个选项 是跟Sync 同时一块来使用的 用程不是特别大 我们不管它了 CrossMNT 也不是特别大 NoACL 你懂的 这是什么 Ensemble Specifically Patched Kernels 它可能不只是ACL 所以把ACL 关掉 Referral SEC 这些基本上都用不到了 由此 各位只需要知道 这样几个选项就OK 尤其是root squash no root squash all squash 等相关功能 好 这就是我们的NFS 各位想象一下 对于客户来讲 如果我们想让NFS开机 能够自动挂载的话 怎么办 你想要把这个share的开机 怎么挂载怎么办 呢 编辑 ETC iPad Table 那怎么写 设备叫什么 17216100.7 就像你的码头命令写法 是一样的 冒号 shared 挂载点是 MNT NFS 是不是 文件系统 NFS 挂载选项 default 到号 NetDev 可以使用NetDev OK 等着再说 0 0 这样就能够实验 开机的挂载了 我们来曼一下 Mount命令 各位记得 我们有个挂载选项 看吧 我能不能看到 找一找 NetDev 好 在这里 RNetDev 是吧 它干什么呢 我们说过 指定的是一个网络设备 在系统开机的时候 如果挂不上的话 怎么办 会把它忽略掉 能听到意思吧 否则 如果我把一个文件系统 写到 FSTable文件当中 如果它挂不上 我们系统启动到这 就不走了 如果那台主机关机了 你自己也启动不了了 能听到意思吗 所以写到这 还是有风险的 但是写到这 我们可以使用 我写到哪去了 写到自己的主机上去了 使用杠 下滑线 RNetDev 可以使得 我们某一个客户端 开机自动挂载的时候 如果能连到这个主机 就自动挂载 如果连不上 就跳过这个文件系统 能理解了吗 OK 好 这里我们挂载 选项的另外一个用法 叫杠 RNetDev 其他选项 就没了 可能就RNetDev 会运动到 那由此 我们刚才编写的时候 当然我们应该编这个客户端 这是客户端 重新来 那由此 编写ETCR的FS table 那我们写成就是 17216100.7 冒号 Share的挂载这 MNT NFS 文件系统 NFS 选项 Defaults 导号 RNetDev OK 零零 即可 好 我们使用Uman的命令协载 再使用MNT-A来挂载 就可以了 再使用MNT-A来看 现在是不是已经挂上了 就这么简单 好 这就是我们的NFS服务 当然对于NFS服务来讲 刚才提到过 它有很多个守护进程 有什么MNT-D NFS-D 还有Quota-D 是不是 那他们彼此件事 怎么协调工作的呢 它是这样子的 对于NFSV3来讲 它的工作流程很简单 首先 客户端先去联系谁 服务器上的 PortMap 是不是RPC服务器 OK RPC服务器会告诉客户端 MNT-D MNT-D 这个进程的 所监听的端口号 当MNT-D 所监听的端口号 传递给 回传给客户端以后 客户端会重新连接 MNT-D RPC-MNT-D OK 由RPC-MNT-D 返回给客户端一个 叫初始化文件巨饼 初始化的文件巨饼 你可以认为叫访问令牌 什么意思呢 刚刚我们提到过 我们定义了 我们的服务器只有 172160.0网络来访问 还记得吧 像这个 ETXPORSE 那如果一个客户端 如果一个客户端是 192.168.0.4 它来访问的话 那我们应该不应该 让它访问 不应该 谁来实现这个认证过程呢 就是MNT-D RPC-MNT-D 来完成用户的认证 如果发现用户权限 是允许的 允许用户挂载 那于是 它就可以发给一个用户令牌 令牌给你了 允许你访问 你直接去找它去访问好了 那于是这个时候 用户来找谁了 找 客户端来找NFSD 所以它的流程是这样子的 我来给你简单画一下图 首先第一步 客户端来发起访问请求 先请求RPC服务 因为它只有知道RPC服务 今天在哪个端口上 RPC是哪个端口 TCB的111和UDB的111 OK 那RPC告诉客户端 你的MNT-D 在哪个端口上 它告诉客户端 MNT-D现在坚定在某个端口上 比如说监听在888端口上 那于是客户端 此时会联系谁 888的这个端口 或者监听在88端口上 这样一个服务 那这个时候 这个服务是MNT-D MNT-D来验证 客户端的这个请求 请求者身份 它的客户端地址 是不是我们这样一个服务 所允许的客户端 如果是 它返回客户端一个什么 一个令牌 返回客户端一个通行证 告诉你 你拿着这个通行证 直接去找谁谁 就可以访问了 于是客户端拿着这个通行证 去找NFSD NFSD 监听在固定端口上 2049刚刚我们说 我还记得吧 于是通行就可以 建立起来了 它是这样的完成的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明白了 先联系RPC 再联系MNT-D 完成认证 如果能认证通过 反复给它一个令牌 拿着令牌去找 NFS服务 OK 那刚才我们也讲到过 默认情况下 我们NFS服务的几个进程 像MNT-D Quota-D 是不是都监听在一个 随机的端口上 对不对 这个随机的方式 可能会导致 跟其他服务冲突的 如果不想让它 监听在随机端口上 我们可以定义它 使用固定端口 比如说 编辑 ETC SysConfig NFS即可 注意这个配置文件 里边有几个对应的指令 我们来看 有这样几个 首先 MNT-D 建立的端口 有没有 在这里 MNT-D Port 看到了吗 OK MNT-Port 892 882 893 什么之类的 你应该定义好 就行 好 有没有Quota的 Quota-D Quota-D 这是端口 RQuota-D 875 是吧 就875 好了 还有呢 Locked-TCP-Port 把这个也启用起来 这是我们如果 启动了锁进程的话 它也需要进入端口 把它也启用起来 OK RPC NFS AX 监听的版本 MNT-NOLOAD 等等 这都不用管它了 重启 NFS Restart RPC -P Localhost RPC Info sorry -P Localhost 看现在 MNT-D 892 Quota-D 875 是不是 重启一下 再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 来RPC 来看 变了没有 没有吧 使用了固定端口 OK 所以要想让它使用固定端口 就刚才我们修改这个配置文件 编辑 RQuota-D Port 然后Locked-TCP-Port Locked-UDP-Port 以及 MNT-D-Port 即可 这样子以后就能使用固定端口了 好 这就是我们要讲到的NFS的初步要讲到它的基本内容 各位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如果没有问题 各位同学们做下练习 但是我这里要留一个作业给各位 这个作业可能稍微有点难度 简单来讲就是你要装两个web server 两个web server 都是LAMP的架构 我使用RPM包装起来是不是很快的 现在我要求你 这两个LAMP当中 其中某一个把它的VAR三达标目录 共享出去 是不是这样子 OK 共享出去 让另外一个主机挂载 让另外一个主机直接挂载 仍然挂载至本地的VAR三达标目录下 NFS服务端 NFS客户端 就是另外一个web server 挂载VAR三达标目 就是server上的 这是本地的VAR三达标目 挂载路径一样 现在我们期望 你在NFS server的主服务器上 就在NFS服务器上 安装上你的 安装一个phmadmin 或者安装一个discard问盘 然后我通过另外一台主机 注意啊 NFS客户端也启动web服务 看能不能访问到一模一样的论坛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明白这个问题了 我来给你画图描述 OK 现在是两台主机 我期望你做一个 DNS服务器 DNS服务器 把一个主机名 3wmarketd.com 解析为两个A记录 两个A记录 分别指向 这两台主机 听懂了吗 OK啊 有两条A记录 同一个主机名 分别指向这两台主机 这两台主机里边其中一个是 NFS服务器 另外一个是NFS客户端 我就写标明它是服务器了 而在服务器上 安装配置好 LAMP 并装上别方 DISCARS变成论坛 注意就使用Va3w就行 在我们Va3whtml下 但是我们通过NFS 把Va3w共享出去 让另外一个主机挂载 让另外一个主机直接挂载 NFS Client Mount 挂载 对应的对方共享出来这个目录 好 请问这个时候 我们通过客户端来访问的时候 能不能访问到这个论坛程序 在客户端已经装好了 SARS在NFS服务已经装好了 NFS服务上也能访问了 我们这个时候通过客户端 能不能访问这个论坛程序 网页文件我认识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 有 我们都已经挂载过来的时候都有啊 那这个论坛程序能不能访问到呢 为什么 原来是这意思是吧 OK LAMP也装好了 服务也启动了 我忘了描述了 LAMP服务也装好了 服务也都启动了 能不能访问 能不能 我们在这个主机上还需要不需要再装一遍 需要不需要再装一遍 Documental入的都是同一个位置是吧 都是VASNAVIL 而且都没变 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 NFS服务肯定能访问了 通过左主机 OK 小猫把他称呼叫A主机 通过A主机能访问 那么通过B主机能访问到不到 难不得 是不是要留给你了啊 必须要试出来 并且给我答案的 要求必须是两台主机都能够访问到 一模一样的内容 其实我这里给大家一个提醒 你要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 对于左主机 A主机来讲 它装了MASACO 装了PHP 装了HDPD 是不是 我们装论坛程序的时候 它会生成很多表 生成一个数据库 生成很多表 对不对 这个库和表在哪个服务器上 是不是在A主机上 那右边这个主机上的MASACO 会不会有 有没有 没有 那很显然 你通过右边的主机来访问的时候 它能够能通过本地数据库 来访问的数据 不能 那应该到哪个服务器上去访问 到A主机上的MASACO 你不能说我在B主机再装一份 为什么呢 再装一份 你在B主机发帖 保存在本地 那在A主机上能看到吗 看不到 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只能使用一个MASACO数据库 能理解吗 所以事实上 在这边的主机上 MASACO服务器的压格就不用装 你只需要装什么 LAP就可以了 装好PHP的-MASACO 装好PHP-MASACO 而我们装论坛程序的时候 告诉他MASACO服务器 不是127.0001 尽管你的确是127.0001 要搞的是谁呀 要使用一个这个主机也能访问的地址 比如说我这台主机是17216100.1 这是100.2 你就填入MASACO服务器的地址是17216100.2 并且那个用户 我们访问MASACO服务器的时候 不是要指一个用户吗 那个用户既能够通过这个主机 客户端来访问 也能够通过这个客户端来访问 也就意味着我们要自己授权一个用户账号 这个账号能够允许17216100.0 网络中的主机或者这两个主机都能够访问的 才可以 能听到我说的意思吗 OK 这样子你会发现 使用这个主机名访问的时候 它可能轮流的到这两台主机让你去访问了 而且页面是一模一样的 通过任何一个服务器发的帖子 在另外一个服务器访问的时候 照样能够访问到 我说的你听到了吗 请实现 明天 并写评播客 好 这是我留给给我的作业 当然了 明天作业比较繁重 是吧